你对孩子的爱是有条件的是无条件的呢? 如果你对孩子的爱是无条件的,那么恭喜你,你就是这样的家庭。 孩子长大以后遇到挫折不容易自卑,更有信心克服困难重新开始。 如果你的爱是有条件的,那就要警惕了,孩子可能会因为你的区别对待,产生自卑心理。 为了孩子好,家长应多多反思一下,被无条件接纳的孩子。 先生有一种自信,有一个孩子问自己的父亲,爸爸,你为什么爱我呀? 爸爸,你觉得呢?孩子,因为我长得好看,爸爸摇摇头,不是。 孩子,因为我成绩好,爸爸笑了笑,也不是,我爱你,只是因为你是我儿子。 这一个对话,简洁明了地说出了什么是无条件的爱。 我们常常发现身边有一些人,前生就有一种自信,无论面临的情况有多恶劣,他们依然相信自己可以做到。 这种人,不是天赋一饼,而是从小被无条件地接纳。 爸爸妈妈给了他最大的自信,这种自信先是陷到骨子里的,是孩子一生最大的幸运符。 被无条件接纳的孩子,抗错能力更强。 为什么有些孩子遭遇挫折后会一蹶不振,伤心自卑,而有些孩子却很坦然。 经受失败,该努力就努力,甚至越错越有。 孩子的抗错能力跟家庭养育有着很大的关系。 相比起性格,改变家庭养育习惯,对孩子抗错率的改变会容易一些。 所以我们在面对一个抗错率差的孩子的时候,父母需要先审视自己的教育和家庭养育,另外,良好的家庭养育,也能影响孩子的性格,帮助孩子增强抗错率。 被无条件接纳的孩子,遇到困难后,心态更乐观。 在很多大人的观念中,他们有好孩子和坏孩子的标准,他们好孩子的标准,或许就是学习好,乖孩子,不打架,而他们的坏孩子标准,或许就有成绩差,上课不认真,好课。 他们用这些标准粗鲁地往孩子身上套,他们对孩子的爱,都有一个前提条件,就是你必须是个好孩子。 如果孩子得到的爱是被附加条件的,那他们在这一生接受自己的时候,也会有附带条件,而能够被无条件接纳的孩子,从始至终都相信自己的价值。 父母无条件接纳孩子,孩子也因为父母无条件的爱,情绪和心态常常处于不关的状态,这种心态,能帮助孩子因为小进步而快乐,因为大进步而幸福。 这便是一个孩子最理想的积极心理了。 阿德勒说,你并不是为了满足他人的期待而活着,别人也不是为了满足你的期待而活着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文贴近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